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想你了 你的法身到我梦里来了 还跟我开玩笑了呢 我说师傅我打你电话 您给我多少分钟 师傅说我给你15分钟 我心里说有点少吧 师傅马上说我给你35分钟 我现在开始问问题 师傅 就是说师傅究竟今生单身的人是什么样的因果呢 今生单身的人有好几种的 一般的呢 如果你从好的方面来讲 有的人是天上下来的 单身因为还分两种嘛 有的是结了婚之后便单身了 离婚了 还有一种呢 是比方说他一直不想结婚的 像这种呢 有的是很多人是天上下来的 你想想看天和人怎么配啊 所以很多的明星啊 他们有的都是天上的仙女了 所以他到人间 他的婚姻一直不顺利的 就这个道理了 所以你看看他婚姻没有一个好的 但是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方说害人 害人的人 他也是单身 你去看好了 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害人家的 他在年纪大的时候 他的报应就是单身 人家说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们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欺负别人嘛 感情上骗了别人好几次 然后到了晚你们手寡了 就是这样了 哦 是这样 谢谢 谢谢师父 开始 那师父 就是说现在有的人 就是两人长期分居感情又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如果对对对对对对方年轻节奏 是不是会让缘分更淡呢 是啊 会会更淡的呀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用 因为两个人本来比方说缘分就不生 那么你 我问你缘分不生的话 是不是会越来越淡呢 那是的是的 那么你一念解节奏之后 是不是淡的更快呀 哦 是的 那么就淡倒后 那么就没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就是下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梦见骑自行车 有的同修就梦见坐公交车或自己开车 还有的梦见坐动车 甚至坐飞机或航空母舰 请问师父 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如果你做的一些好的交通工具特别快的 说明你修的是好 因为你进步的快 如果你慢 如果你做梦做到你骑的马车 那说明你进步很慢呀 就这样 跟社会进步一样道理 社会进步的话 动车那就快了嘛 飞机呀 火箭那更快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心灵法门的同修 不是已经往生了 他今天又来到 就是阳间一个心灵法门 同修的梦里告诉他 他说来年将要大浪超杀 真修实修者留下 作修者淘汰 请师父开始一下吧 是这样的 你想想看 一个人 我们说起来 那个很多伟大的领袖都说过 一个 这个认真儿子 对不对呀 什么事情都怕认真儿子 所以认真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做事情不认真就不行了 对不对呀 你想想看 如果你学博认真你就能成功 你偷偷摸摸的假假的 为了某一件事情求求 求完了之后你就不认真了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比方说医生说你查出来 有肺癌的可能性 好 他一查 拼命的戒烟了 吃药了 很认真了 最后呢 一查出来 最近一段时间查出来 嗯 没有了 没有肺癌的可能性 他开心了吧 他又开始抽烟了 他又开始抽烟了 最后肺癌更厉害呀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浪淘杀 这个东西就是说 比方说你不要说什么了 你就是说 在工厂里跟一个师父都是这样的 一个师父你跟他学 对不对呀 你跟他好好学 好几个徒弟跟他一起学 过去说有三个徒弟 跟这个师父学 两个徒弟很精很聪明 一个小徒弟傻傻的 那么两个很精的 学了学了学的很快 学了一两年之后 觉得把师父东西都学好了 跑出去自己赚钱去了 对不对呀 结果那个小徒弟呢 傻傻的老老实实 一直跟着师父 你都知道 师父最后 把最好的东西全教他了 对不对呀 等到 等到他 等到师父一离开之后 这个小徒弟就是师父了 人家又几 几千个人 几百个人都来跟他学 你说他最后谁是师父啊 而那两个人到了外面很快了 就变徒弟了 呵呵 是的 是啊 师父您当时说的 我就想起西游记 当时孙悟空就出去学艺的时候 他也是孙悟空那个时候 也是很真诚 然后他的师父才教他 三十六变化 能少天能入地 对呀 因为你任何一个人 你对师父都不尊敬 都不好好修 不好好学 你说的话 师父怎么会教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学佛 你跟菩萨没有一种缘分 至少说这种什么缘 这种是很认真的学习缘吧 我们说 对不对呀 你连对菩萨很认真 学习缘分都没有 那你说 菩萨怎么会帮你呢 所以 就是说是 你没有尊师重道的心 菩萨也没法帮你 是这样吧 师父 对呀 过去中国 鲁家教育不是讲到吗 尊师重道吗 对不对呀 尊重老师啊 尊重师父啊 你而且你要懂得 有些 有些时候你学的东西 不一定是马上用 但是以后会用的嘛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父在白话 佛法中说 没有念头 这个人就不会造业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念头产生 师父说的没有念头 是不是就是说 要我们有无我心和 无我心和对待众生的平等心呢 就顺路开水一下 对呀 就是要平等心啊 因为要无我心 没有自己的就有别人了 如果你心中都是自己 你哪来的别人呢 所以很多人 自私的很多人 他根本不可能学佛的 所以很多人 活了一辈子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学佛 他学的佛 是表面上书本上的 他可以拿这个书本上的东西来 装装自己贴贴金而已 你要真正的学到自己身上 有些人虽然没有佛法 放在嘴上 人家一看见他 人家就尊重他 就觉得他是佛 对不对呀 很多母亲就是这样 很多母亲没学佛 连一句欧弥陀佛都不会 他做的事情 都是菩萨的事情 所以人家看见 我妈妈像菩萨一样的慈悲 好了 对对 正如师父说的 要成佛 要成菩萨的人 必须要救度众生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好好地去帮助别人 真心地去救度别人 对呀 对呀 就是要救别人 不救别人 不帮助别人的人 不算好人呢 想一想 如果隔壁邻居 你说我也不惹你 我也不打你 我大家没有 相安无事 你说你是个好人吗 要隔壁着火了 你说你家烧 跟我家没关系 那不是个好人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是的 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放生时 如何祈求将福德 转为功德 就是祈求观神音 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 愿结 消除业障 我又在人间多做功德 救度有缘众生 跟着师父好好地 弘扬心灵法门 那这个问题引删为 法部师或度人之后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祈求 祈求观神音 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 愿结 消除业障 我要在人间多度功德 救度有缘众生 跟着师父好好地弘扬 心灵法门 这样既能消业 开智慧又有功德呢 请师父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这个愿力 你本身就是功德 一个人的愿力就是功德 你们要记住了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说 当时说哎呀 看见人家掉在水里了 我要去救 对不对 我有愿力了 我一定要去救 他把衣服都脱光了 穿着游泳裤 准备下去救的时候 他被救上来了 对不对 救上来 不是你救的 但是人家被救上 但是你说你这个行为 是不是得到大家赞赏啊 是的 是的 你是不是已经有功德了 对对对 是的 好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个梦 有个同修梦到和家人去普陀山 住在农家里 周围住客都是吃荤的 半夜里 他的婆婆把他叫醒 说要请尊超大的立体观音词像 说以后这些人要到我们家拜菩萨 我们要 我们要这些人都要念经拜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大的 而现实中 这位同修和家人要满上 马上要搬家 搬个新地方 准备单独一间 建一个大的佛堂 供一尊大的观世音菩萨 这个梦与现实中有什么关系吗 需要注意什么吗 有关系的 说明他有愿力 有愿力 到时候就有菩萨来 他一定会有菩萨来的 有菩萨来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就是说 听录音看到前世 就是看到有的前世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和四生道的小菩萨 依然可能下来 享福而 对落 迷失 请问这是他们的 请问这是他们自己发心下来的吗 我们有 有什么办法 做了菩萨以后 在天上 在天上帮助人间 永远 永远不轮回呢 请师父 有的愿力小 一个大菩萨下来 他下面人必定要下来 明白吗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那师父要出去弘法了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弟子 会跟着我跑啊 对不对啊 他们 他们希望什么 他们希望进步啊 希望能够多做功德啊 所以他跟着师父走了呀 对不对 是这个概念呀 那那有时候你说 你是自己掉下来 他还是发愿 他发愿的呀 但是发愿 他跟着师父出去之后 他跟人家搞来搞去 啊 比方说贪污腐败了 啊 比方怎么样了 他是不是 啊 师父说 很多人不就这样吗 到了那里之后 啊 到了某一个地方去之后 人家把他捧为 啊 你跟卢台长一起过来 怎么样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他就享乐了 在那里了 他说我不想回 回澳洲 跟着师父再去哄法 啊 我就在那里哄哄法吧 然后被人家捧得像 像某某一样 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 像菩萨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迷失方向 他就回不来了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啊 他一定是成愿再来 因为大家都在做好人 大家都在做好事 你必须 你这么多菩萨都在说 我有愿力 大家都要许愿 这个这个 到时候他在天上 他一定会说 我也要下去救人 嗯 因为天上没有人要救的 天上都是菩萨了 那要救苦救难的话 你到哪去救苦救难啊 天上也没苦没难的 那只能到人间啊 对啊 那么你要救苦救难 你要成佛的话 你必须要救苦救难 你都得下来了 那就是这样 哦 那是否就比如 你来到人间的时候 天上全都知道 但是有各个 也有大菩萨 小菩萨都知道 你来到了人间 他们也 比如他们也就发愿 也要跟着台长 来到人间救人 是这样 来了来了 不知道多少呢 现在心灵法 你看看有多少人在帮着 这些人不就天上的菩萨吗 所以你用不着担心的 菩萨很多 全都是天上下来的 不要看看你们呢 就连你们都是小菩萨 哦 只不过菩萨太小了 你们菩萨太小了 太小了 那么就容易迷失方向呀 是是是 一般大菩萨不容易迷失 就是小菩萨容易迷失 是这样吧 对对对 一个大人不会走错路 小孩子才会走错路 道理都不这样 我希望我不要走错路啊 没办法 不会的 明白 明白 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同秋 受困于梦考 梦考经常不过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梦考有的是菩萨和护法神安排的 有的是魔安排的吗 梦考它是这样的 梦考呢 一般的都是基本上说你的意识的自然反应 那么那么你比方说你今天到了什么程度了 他自然就会考试了 他好像像设定在你脑子里一样的 比方说你今天说我啊现在开始做好人了 我不偷东西了 对不对啊 那么你会不会看见东西啊 会啊 梦中 你杨洁会看到东西 你梦中也会看到东西啊 对不对 好 你梦中看见东西之后你的意识当中 我现在不能偷东西了 好了 你不偷了 那么这个考就过去了 对不对啊 那么你看见东西之后 你的信念一动 那就说明你在阳间还没有很大的决心 来去除这个梦考 是这个概念 哦 那梦考需要天少存在吗 师父 梦考它其实分的 天界有天官 地府有地府的官 他都是规定给你考试 但是有些呢 自然的呢 是小的梦考 他不一定是正式大考 正式的大考的话 他一定有天官要记录了 比方说你今天许的大院了 我从今天开始吃全素了 那么这个梦考呢 那就是天官下来了 好 你是个好的院 来 我来考考你 梦中来给你吃 最喜欢你吃的东西 你在梦中说我已经吃素了 不能吃了 好 考过了 升一级 好 境界升一级 哎 升一级 就是这样的 哦 那师父 平时祈求菩萨和做功课 能怎么祈求 能增加梦考的通过的概率呢 就是说 不停的去正念 现前啊 脑子里不停的正念 比方说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吃东西 吃素 对不对啊 你想梦考通过 啊 那么我刚才说的两种 一种呢 是凡凡的 比方说 不是菩萨考你的话呢 你可能梦中呢 闻到人家隔壁邻居的香味 那你在梦中呢 就呈现出你喜欢吃的东西 这时候呢 这种梦考呢 就是假的 就是不是真实的 你那时候吃了 昏了 你醒过来 哎呦 我怎么搞的 哎呀 我我我怎么会吃的 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是菩萨考你 明白吗 哦 但是一般的 你许了愿之后 这个梦考一定是正实的 比方说 你今天说许愿 我吃全素了 啊 当天晚上就做梦 第二天做梦做到 给你吃东西 那绝对是天上的梦考 明白了吗 那么我接下来再回答你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去除梦考 就是说 你在白天 你在平时 你脑子里想的都是 不能吃不能吃 这个东西杀生的 这个东西太残忍了 这个东西简直是动物的尸体 我怎么能吃啊 就跟人尸体一样的 啊 这个东西我今天是学菩萨了 你脑子里不停的有正 正能量 正信正念 这么出来 你到了梦中 一考你的话 你马上就 回答得出了 你如果在梦中 哎呀 我吃肉饼菜好了 我吃点这么 好了你到梦考的时候 你就摇晃不定了 所以要坚定呀 要坚定 考试的时候 我一看这门题目 我就做得出来 我很坚定的说 哎 这个我做过 肯定是这么做的 哎呀 这个这个方法做出来 会不会正确啊 好像做工作 做功课做过的 好了 你就做不出来了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那师傅如果是天上考 如果我们梦考过了 是不是叫天观赐福啊 有一句话 对对对 是真的 好 梦考一次过了 你这个人就会顺利很多 过去 有很多的佛友都跟台长反应 实际上台长早就知道 他只要每一次梦考过一次 他家里的孩子功课就好 都不得了 他梦考自己不过去 他孩子倒霉的了 被他又打又骂的 呵呵 他自己也难过 哦 那师傅梦考过了也是有功德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当然有功德了 梦考过了说明你能够有戒律啊 你戒律的话 你自己不就是有功德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此为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修行学佛 就是把自己修得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简单 可是在现在的社会人际关系复杂 那我们学佛人如何理解这里的简单而保持这个简单呢 又如何用简单而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心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 很简单 一个人要想在社会当中变得简单 那么学佛人呢 这是一个好的心态 但是在现在社会当中呢 现在社会是越来越复杂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那么就是为什么要修出世法 就这个道理 就是说 和尚尼姑为什么不想在人间多混呢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社团里 你看台党过去 在社团里也是个大侨领 对不对啊 好了 你看我整天的念经啊 学佛啊 我接触这些很多的人际关系啊什么 我就觉得很烦了 我就觉得很难过了 因为我不愿意看到那些 与我詐你正我斗的事情 这个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啊 那么怎么办呢 对对对 你就慢慢只能拖呀 拖出来啊 如果你不拖出来的话 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呢 对不对啊 没有办法 对对对 你心中爱国 爱 爱人民 爱祖国 爱祖基国 对不对啊 你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你有些社团的 有些有些事情 你必须慢慢要放一点了 如果你不放的话 你想想看 你整天在一起 哎呀商讨这个 吵起来弄起来 那你说的话 你怎么学佛 你怎么成为一个 那个和尚 尼姑 他们到山上去 为什么躲在山上念经修行啊 没人打扰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你说说看 那你说说看 现在的孩子 如果你说你把她放在家里 从小一个孩子 不接受外面很多的教育 她是不是很老实 很纯洁啊 就像我们看见 农村的小女孩 哎呦到城市来 刚刚来的时候 好得不得了 老实的 大家都爱她 嗯 那过了后来的呢 要钱 要名 要礼 一年 三年 不认爹和娘啊 过去有句话 一年土 二年羊 三年 不认爹和娘啊 她到了大学里的时候 她穿好的 弄好的 她要搞钱了 她怎么就 乱谈男朋友了 骗钱了 你说这 爸爸妈妈 到从农村过来 她说 这是我们家里的阿姨 这个不是我们家里的 这个小时候 我们那个农村里 开拖拉机的 你说那个 这个 这个 当时不是都批判过的 这些问题吗 忘本了吗 不就是忘本了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必须要干净 那干净的人越来越干净 干净的人就不能去 跟肮脏的东西打交道 你跟肮脏的东西 越打交道 你越不干净 那就没办法了 对对对 那 师父 我们在家居士 身未出家 但是也要做到新出家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居士 必须要面对五欲六成 请问怎样才能在 五欲六成中 做到新出家呢 就是难呀 其实比出家很难 实际上真的 在人间修行 真的很难 你这句话 是讲到点子上了 你想想看 对不对 出家人他可以 两受清风 对不对 无忧无虑 但是我们学过人 我们多难 还有家庭 孩子 还有自己的一切工作 学习 我们面对的这些麻烦 不知道要苦多少 所以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在家居士也得好好修 但是在家居士修成的这个比例 我们说这个%就比较少了 所以要在家修成就难 为什么法式修成的就多呢 对不对呀 对对对 那师父 就是说我们有 我们要讲究学佛精进 那我们在家居士学佛精进的标准是什么呢 请师父开设一下 学佛精进就是凡是肮脏的东西 肮脏的思维 肮脏的行为 肮脏的口业 都不要去做 那么你首先在家里就干净了 第一在家里不骂人 第二在家里不做下流事 第三在家里不动下流的脑筋 我们现在呢 前两面前两件事情呢 大家都可以克制的 不吵架 不骂人都可以 不做肮脏事情也可以 但是你的思维呢 管得住吗 因为你只要打开电脑 里面五花八门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了 里面什么下流的动作 什么下流的事情都有 你会熬不住 你会去看 那你不就是思维出阁了吗 对不对啊 明白了 就这个道理 谢谢师父 此理开设 师父啊 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 加持有菩萨的加持和自身加持 请问我们怎样可以自己加持自己呢 自己加持自己 就是每天要言语利己 比方说 你今天要想到 我是一个学佛人 我必须自己要自律 我必须要武戒 我必须 不能讲妄语 我要帮助别人 我要慈悲 心中不停地想着正念 就是加持 叫正加持 哦 你如果今天脑子里想着不好的东西 叫逆加持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 慈悲开设 就是说师父有一位同修梦中意念 李菩萨开始了两个字 收心 请师父慈悲开设一下这个收心两字吧 收心很简单 过去你在人间五一六成 你今天想吃好的吧 去收心 今天想住好的吧 收心 你想用好的吧 收心 过去很多我们的同修 都是穿名牌的喜欢那些女孩子 爱打扮 现在呢 穿的都是普通的 不爱打扮 正正规规 干干净净就可以了 那就是收心 不要去想太多 因为人生无常 你就是做的再伟大 再大的事情 你这个世界是苦控无常的 对不对啊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工厂里啊 在单位里啊 我一定要做局长 我一定要做科长 怎么样怎么样 到最后争到后来呢 那么就算你争到了 你不应该得到 你争到了 接下来就是恐怖了 大家提你啊 大家搞你啊 所以现在的人 你只要往上的话 大家都会来踩你啊 对不对啊 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 这也是五一六成里面的 一种肮脏的灰尘啊 真的是羡慕嫉妒恨 真的是 对啊 那是什么办法 你说 你说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都会嫉妒 过去说小孩子很纯洁 现在小孩子都从小生出来就会嫉妒 这不是业障啊 那你说师父 人家从小生出来 孩子都是天真善良 怎么就生出来就这样 小孩子也这样呢 我问你一句话 好吗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 肺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小孩子生出来 他们全家都在抽烟 天天烟雾缭绕 你说这孩子两三岁 他就是肺就不好了呀 那同样说生出来一个环境很好 家里不抽烟的 那这孩子三四岁的四五岁的时候 他的肺也是很好的呀 对不对啊 环境 讲到底一个是环境 明白了吗 环境啊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您一直调调修心的重要性 心修好了 行为才会好 为了方便我们自查和反省 请师父开始一下 心修好了的人有什么标准和特征呢 心修好的人 第一不会吵架 第二不会骂人 第三不会乱看女人 啊 眼睛不会色眯眯 对不对啊 第四 兵兵有礼 讲话让别人先讲 啊 不讲妄语 不挑拨离间 啊 这些都是心修好的样子 人家看见的 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 他必须啊 行行为举止像菩萨 所以人家大家才会觉得他像菩萨 如果这人跑出来 行为举止根本不像 你说说看他心怎么修的好啊 对不对啊 哦 明白明白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 思必开始 师傅 就是很多人的见知 很多人的知见是偏的 邪的 但是却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自己是正的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确保自己的知见是正知正见 这个是一个无名的习气 一个人以为对的 怎么会以为对 我曾经讲过 一个人啊 怎么会觉得自己对的 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错的 他就觉得对了 啊 比方说有的人从小啊 受爸爸妈妈环境影响会骂人 所以他大起来一直骂人 人家说你怎么骂人呢 他说 我我就是骂 坏人就是要骂 啊 不好的知情我就要骂 你说他刚才改得了吗 他就是不好的知见形成了 那么 你不要骂 你说可以了 对不对啊 对啊 这个同样的道理 他就不懂 那么有些人呢 长期的 吃臭豆腐干 边上臭的来不得了 那么你觉得 你问他 香不香啊 他是香的不得了 对不对啊 还有吃榴莲 啊 过去吃大蒜 你看看东北山东人 吃大蒜 生的 哗嗒哗嗒 嘴巴里吃下去 你不吃 你过去吃的时候 跟他一起吃的时候 你跟他一起臭 你闻得出来不了 闻不出来的 等到你不吃的时候 你一看他嘴巴里 五里路都闻得出来啊 臭的了 对不对啊 所以怎么样知道呢 你自己做错不做错呢 只有脱离凡城 脱离这个境界 你才能看得清楚 只有你不吵架 你才看得清楚 别人吵架是不对的 你也在吵架当中 那你这个人 不会觉得 这吵架是错的 你还觉得 你很有道理呢 嗯 就答了 所以很多人 吵架的时候 跟人家吵架 吵到最后 还要假装 缓锅生来问边上的人 你们说这样对不对啊 边上人没有去答他的 边上都不答他的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你们说一句话 因为边上人家在看笑话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此理开始 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比较 就是有的同修比较纠结 就是说 就是佛台背景化嘛 他们不是装上了那种金边 就装上矿了 现在呢 因为师傅 看师傅开 开师傅说是不要装 因为那种无边无际啊 这种观音山 佛台背景 你现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这个情况呢 有两种 如果你家的气场不好 气场不好 你这个筐一装 那可能是对这个山水化的那个 气场会受点影响 你比方说你这个金筐是红的 你不就阻碍了 他的山水往外延伸了吗 对不对啊 那黄的呢 黄的呢 黄的 金的 金的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跟你们讲 过去金的不是太好 金的实际上你们知道吗 金的很多人傻傻的 金的以为 他以为是羊的 其实金的属阴的了 哦 所以很多人 你看看金子都藏起来的 属阴的呀 你看你把金子挂在脖子上 被人家抢了 嗯 是是是 对不对啊 哦 对对对 那 昨晚一个统修问 你问问师傅 就是说是 就是那个佛台对景化 那个观音山 那个山的来 是什么来历啊 那有什么说法吗 师傅 这个山嘛 我看 我看就是观音山 哦 还有这是 人家说 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须弥山边上的 哦 一般了 一般 我还以为是 观世音 天上的山 哦 我以为是 观世音菩萨 子足灵里的山 啊 先山 这是先山 先山 好 好 下一个问题 师傅 护法神也是菩萨吗 为什么一般叫护法神 而不叫护法 而不叫护法菩萨 就是 那我问你好了 我问你会计是不是人啊 是 是 是 警察是不是人啊 是的 是的 那好了 为什么不叫人 叫警察了 哦 那 五文道护法神和五的护法神 有什么区别呢 五文道护法神的形象 是不是南京菩萨那样 五 五的 是不是像四大金刚 他们是不是已经脱离 六道的护法菩萨吗 是啊 他们早就脱离了 像这种 都是天上的大菩萨下来护法的呀 所以他们一辈子在人间啊 在天界护法呀 他们很慈悲的 你别看他们 你别看他们形象凶啊 但是他们是护法的 他们很爱着天啊 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 如果没有护法的话 像成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想想看你碰到流氓 碰到强盗 你第一个叫什么 还是叫警察呀 对不对 警察是 那没办法了 所以 既然我们碰到鬼的话 碰到魔的话 我们叫什么 除了叫观世音菩萨 我们还叫护法神呀 是的 是的 就是这样 那师父 如果叫观世音菩萨的话 如果观世音菩萨没到护法神 就马上就出现 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简单啊 你比方说 你叫观世音菩萨 护法神就来了 因为你叫观世音菩萨 护法不一定来的呀 就是 你观世音菩萨不一定到的呀 护法神他到呀 这个事情属于护法神管的吗 护法神就来了呀 哦 明白了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碰到流氓了 你说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不一定来的 警察来了 怎么警察属于人民政府管的呀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所以开始 师父您在节目中说 有人几年后就会修成正果 请问这个修成正果是什么概念呢 请师父开始 修成正果就是修 已经境界已经修出 修出六道了呀 哦 修出六道就修成正果了 哦 因为什么叫果呢 正果是什么呢 就是正的果 那么就是果位呀 那果位在哪里呢 果位嘛 你就上了脱离了六道之后 你在天上就有果位了呀 啊 你上等下品都是果位呀 你是什么样的果位菩萨 对不对呀 下等下品也是菩萨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 特别开始 师父就是有的同学不是以前出去旅游吗 看到了景点 经常为了 经常看到情侣为了表示爱情 买两把锁 一起锁在栏杆上 请问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怎么化解呢 不要去锁啊 把自己锁住了 这种都不好 而且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 而且锁是铁啊 啊 铁是什么 铁是属鹰的啊 啊 这是人间的一种祝福 是一种浴室啊 就像很多人把那个符字倒过来一样 我问你 你到人家家里看见那个符字倒过来写 你难过不难过了 嗯 不好 这种 那他傻傻的 他都这么做 很多很大的店里还就把这个符字倒过来呢 他符字倒过来是 人家过去讲 啊 说 讨个口才 啊 符到了 符到了 那你不能因为讨个口才 你把真正的符就倒过来 你哪有符啊 你符都没了 到了什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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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师父 那他这种两把锁锁在栏杆上来 你知道他怎么化解呢 你怎么做呢 这是不要去理他了 以后不要去 早都懂不懂了 不要去理他 好好念经了呀 以后不要再去锁门就好了 就跟菩萨懂 跟菩萨就是说 拜一拜的时候 跟菩萨说呀 啊 啊 某某某 某某某某愚痴 不懂事情 凡人漏胎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啊 我曾经啊 跟某某某把锁锁在了锁上 在桥上 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打开啊 冤结之锁 啊 我们现在有 拥有啊 正正常的 正正正性正念 啊 我们会啊 拥有那个善 善缘 让我们拥有善缘 去除恶缘 只能这样讲啊 你不懂得怎么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去问问看 你去问问看 索起来的人会好不啦 就像很多人一样 棺材上 爸爸妈妈过世的 啊 姓正某某某 啊 活着的名字全打上去了 在石碑上 天天跟鬼坐在一起 你说这个名字弄了 有几个家里不倒霉的 过去人家说 家里死个人之后 家里就联系死人 家里就联系倒霉 就是这种事情呀 他们懂的 是啊 是是 谢谢师父 这没开始啊 这没说啊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 也比较常见 就是说是 就是父母给孩子 不是改了名字吗 但是呢 你改了名字 但是学学 孩子不是在学校里上学吗 但是呢 老师们就是按孩子的 学籍上的名字 叫 这样吧 你家里就叫他改的名字 学校里呢 就叫他按学期上 名字叫 你像这样 这样怎么办呢 这样 老师不肯改 是吧 不肯改 他说你就按学期上叫 那这样很简单了 那就很简单了 那就 你让他叫好了 你在家里 要叫的比他在学校里多 你叫小朋友 都叫新名字 老师一个人叫 他气场就不足了嘛 哦 那需要叫怀望给他 用不着 你比方说 用不着 你比方说 这个老师一个人叫 所有的同学都叫他新名字 老师一个人叫 这老师叫叫他 也不会叫出什么事情出来了 对不对啊 哦 明白 你要跟所有的同学说 你们叫我啊 然后自己贴个条子 贴在他们 送给他们像名片一样 我叫谁 谁 我现在改名叫 谁 人家小孩子 小孩子都叫他这个名字 怎么就成功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师父 我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父 就是度别人学佛修心念经后 所度的那个人又退转了 请问之前度的那个人的功德会 就是度的这个人的功德会减少吗 他退转了 会减少了 减少少少一点 很少 百分之十二十左右 因为开始你已经度成功了 说师父领进门 修心靠个人 对对对 跟你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从心里没有感觉到亏欠他 少关心他了 这种 如果你有这种 就是去掉百分之二十左右 就这个人给你 比方说你度到他的时候百分之一百的功德 那么他如果不精进了 退转了 那么百分之二十 很多人们就是退转的 碰到一些 碰到点风啊 雨啊 马上就退转了 这种人太多了 对对 人家是没有意义 真的是太可惜了 师父 真的是 你想想看 这个 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人间 人所能预料的 你想想纵观历史 看一看 很多东西过去 孔老夫子还被 被过去还批灵批孔的 对不对啊 现在为什么我们 孔老夫子 这个事情你怎么讲啊 这个事情并不是说 你当时的概念是对的 这就是对的了 对不对啊 很多人 那师父 您说 很多人 你想想看 很多人 爸爸妈妈 两个人当时吵架 对不对啊 孩子过去的时候 就知道妈妈好 爸爸不好 爸爸骂的 跟妈妈一起骂 到了最后 他不知道 他爸爸背后为 这个孩子 跟他妈妈付出多少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你做人 也是这样的 你想一想 那个韩信 对不对啊 当年也是这样 对不对啊 韩信当年 其实他最伟大的 倒不是胯下之躯啊 他是怎么呢 他当年 他被俘虏之后 他从那个人的胯下 跨过去之后 对不对啊 结果他成为大将军了之后啊 成为帝王 帝的帝的时候 这个皇帝之后呢 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呢 他把那个人 人家把他抓到了 跨下之躯的 跨他那个人抓到了 哎呀 那个人发抖啊 那个发抖 知道这个强命完了 那肯定要被他杀掉了 对不对啊 肯定要被他杀掉了 这怎么办呢 没想到韩信 把他 把他迎上座 然后跟他讲 跟他说 你我要 我要把你视为老师 你 你非常好 对你 对他非常好 接下呢 还要把 他自己两个孩子啊 啊 还把他自己两个孩子给他领 就让他教导 结果两个孩子被他教导得非常好 那个时候韩信 啊 有了灭门之灾了嘛 灭顶之灾的时候呢 这个 就这个人 其他人都都都都都出事了 就这个人带着他 韩信的两个孩子逃出去了 你想想看 要不是韩信这么原谅他的话 他哪 哪 他他他两个孩子哪有命啊 对不对啊 因为人家舍命在救他两个孩子啊 因为他觉得 这个大恩大德 所以菩萨讲的这种慈悲啊 要说无缘大慈 那种慈悲要原谅到人家 让人家感动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 师父 那退转 退转是自己的道心不坚定 还是跟师父的缘分浅一些呢 实际上自己的道心不坚定的多 跟师父都有缘分的 没有缘分他不会来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受 受那些 受一些外面的这种环境 外环境影响 他自己就退转了嘛 对不对啊 实际上心灵法门很简单 心灵法门你根本用不着退转 很简单 你不要出来嘛就好了 你在家里许愿 在家里念经 在家里自己放生 你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啊 谁 谁叫你退转不退转呢 你不要出来嘛就好了 你在家里不可以念经啊 对不对啊 你爱党爱国爱人民不可以的 对不对啊 人家现在对心灵法门不理解 你好好的 你好好的修你的心目就好了 等到哪一天理解了嘛 你再出来多度一些人也可以的呀 是的 好了最简单了嘛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的师父 我今天问题我问完了 师父感恩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好 好 好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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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喂 喂 师父 啊 啊 师父 刚才 但我不小心碰碰了 不好意思师父 啊 哎 师父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啊 嗯 有一个小同修正在上高三 梦到参加考试 考试的题目都会做 但是每道题都是关于死亡的 跟死亡有关系 嗯 同修看到这些题目嘛 都会做 然后心里就非常高兴 请问师父 他为什么会梦见跟死亡有关系 反而会很高兴呢 我问你啊 跟死亡很高兴 怎么超脱了呀 那那你说哪一个人要上西天的时候 他不开心的 如果想修到天上西方极乐事件 天天求 你说要死的话 他不开心了吗 嗯 他因为超脱了呀 但是作为他来讲 他这个梦代表什么 啊 代表他自己对这个死亡还是 啊 有恐惧感的 并不是他完全很开心的 明白吗 他心中又想上去 啊 又害怕死亡 所以很多人 一辈子修到最后 又怕死 又要想到天上去 所以台长 心灵法门就这点好啊 从来 不叫人家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随缘 阳寿到了 自己走了 那么 哎呀 他这个电话 就不行了 喂 你好 只能另外一个了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师傅 你是听今天我的说话吗 听得见 你讲吧 啊 感谢师傅 我打出电话了 感谢师傅 啊 这样子对不起 就是上次 我打出那个 那个录音 没有没有 没有放出来 因为我的 啊 我是 因为上次那个 那个阿姨嘛 我跟师傅说过 那个阿姨 她的孩子是精神病患 精神分裂症 啊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她就是 嗯 那个时候她就是 那个病情 病 那时候有病情复发的时候嘛 她就是 在银行 就是透支了很多 透支了信用卡 然后我借了银行 借了很多钱 然后 阿姨就是 通过链金 她的孩子就是 大概就链金 呃 大概就是 这半年 她就对我去工作 有去上班 然后呢 就在昨天 她也打电话 给我 又哭着给我 讲 她的就是 呃 那个 那银行那些人嘛 到她的 到她的公司去讨债 然后 老板已经把她 孩子给死掉了 现在 她的儿子 把她的钱 全部拿走了 她 呃 她 这个阿姨 就是没有钱 没有 没有生活费了 然后哭着问我 怎么办 然后 师傅你跟她 开始几句吧 我也不知道 怎么给她讲呢 我也不知道 怎么劝她 什么样子 很简单了 淘汰鬼 这干嘛 典型的淘汰鬼啊 嗯 嗯 是吧 她 她精神分裂剑 她这个 这个病情 她已经 这个阿姨 今天大概2000多张了 她每天就是 呃 从早上念到晚上 每天溜到小房子 师傅你能感应一下 她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孩子会反 一时反反不复吗 像这种情况 很简单 这要么小房子质量不好 哦 要么就是求心不正 也就是说求不上的心不正啊 啊 这种人呢 就说哎呀2000张 把它赶快念掉吧 就好了 这种人不就是说 不像我们所说的啊 我们要 嗯 要要帮助别人 要有发心 啊 平时功德都累积的 她是临时抱佛脚们 典型的呀 嗯 典型 她是 哦 她 效果不好呀 你要是经常 经常临时抱佛脚 为了某一件事情 这么求的话 你肯定效果差的呀 是的 她每次就说 哎 每次打电话 就说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 一直哭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她 师傅 怎么 没有什么办法的 这个事情 自己的冤结 自己背啊 你如果 你如果现在 你已经替她背一点了嘛 你现在 现在替她 跟问师傅的时候 你就心里很着急 很难过 你不就把她背了吗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了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 有些人屡教不改 像她家里出现这种情况 你没看见她 全是这种恶呀 你没看见她 年轻的时候 这种对人家恶呀 那你恨不恨啊 年轻的时候 人家骂你呀 那种 阴你呀 背后 捉弄你呀 你说这种人 到了晚年 都会抱的时候 你看那多可怜呢 所以菩萨就是 菩萨的慈悲 就是在这里呀 看到她 对她很不好 最后还要帮助她 这就叫做菩萨 也是也是 看到她那酷的样子 也不知道怎么帮她 然后她一直 师傅 你可以 可不可以让她 给她点加持 让她就是能够 振作起来 很简单 你就是 你就是像她这种人 你给她再多的钱 她也会被儿子全拿光的 因为她根本第一 控制不住儿子 她自己的钱 怎么会被儿子全拿光的 你不能藏起来的 你不能不给她 你儿子承认 她那上海老房子 都上海老房子 拆心的钱 都会被她儿子拿去 那个投资 全部赐败 全部输光了 真的 你现在知道就好了 怎么会拿出来 这么多钱的了 怎么会老房子 卖掉的钱怎么样 那还不懂啊 这就是说欠她的呀 她不欠她的话 她为什么要给她 你就是孩子 你跑到来拿房子 拿这个钱 我不给你不可以呀 你再来我叫警察 怎么样啊 那就是欠她的 你今天就是看她 可怜哭的时候 你再给她多少钱 她也会给孩子全给的 那现在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就是还是好好拟金 还是好久不下船会的吧 我一直让她刚才讲 没有办法 很多事情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就是因果 当你看见人家果的时候 你要想想她的因 但是呢 你看到她现在果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难过 叫她好好再种善因 以后才能得善果 现在这样的话 只要人死不掉就好了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生了这种孩子叫逆种 逆种的话 你就得承受 那么你 你自己的逆母 你生逆种 你自己妈妈 肯定不是东西 你孩子才会 这么不是东西的 就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人家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很有休养的 教授家里 孩子怎么出来 都文文静静的 对不对 教授的孩子 都很文静的 有文化呀 不一样的 是啊 是啊 那 那还是 那我这会把这个录音来听一下吧 你给她录音听听 你要叫她 你要跟她说 你现在必须受 你不受的话 你还欠 怎么办吧 有时候我们讲 她也不会听的 我们也是这样跟她讲的 我想师父的话 她一定会听的 因为她每次都哭 哭了哭了哭了 因为 我也让她好 更好 更不再忏悔 这样子 她就是 她就是要死了 死了 就每次都说要死了 死掉算了 这样就是没有信心吧 可能是没有信心 那你想想看 这种人念出小房子 会有效果的 对啊 对啊 你想想看 整天这么念的小房子 这里再念大悲痛 这里要死了算了 死了算了 你说这种小房子 两天账了 三千账都没用啊 这还不懂啊 嗯 师父 你感应 你感应她的小房子 用的质量是有问题吗 这个 讲都不要讲的 还要感应啊 你就从她这种心态 她现在还在这种心态 你说小房子有用了 嗯 好好好好的 你说说看 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说看 你念经的时候 你是要看到将来 希望将来 给你自己带来希望 对不对啊 嗯嗯嗯 她整天死了死了死了 你说 建筑小房子 不就死了死了死了 嗯 好好的好的 嗯好感谢师父的开始 刚 嗯 师父 我帮一个同学 我一个梦境吧 好吗 啊 就是梦里 这个梦到一个亡人 穿着花衣服 很干净 旁边有很多人 好像高大的 高大的马来送他 师父想问他 是不是 这个亡人要投胎了 然后其中一个人说 我就送到你这里了 前面还有一个 很高大人 嗯 对面 等着好多人 好像是 好像是都是要等 对面好多 高大的人 坐在毛驴上面 都来跟他 送他 都来送他 说明这个人 是要去投胎了吧 对 嗯 好的 你去看好了 生孩子的生活 变上不是很多人 等着了吗 嗯 欢迎他了 又到人间来了 嗯 好 好吧 嗯 师父 我还想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 我住今年嘛 因为要练练经文 比较多嘛 然后我就把工作 都辞掉了 我就好好的 在家里面练练练嘛 然后过了不久 就是 我因为我是做那个 呃 国际物流的嘛 啊 然后会有些 有些朋友给我一些 叫给我单子做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在我 七年前的老客户 竟然给我做单子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因为现在的收入嘛 也不会比我的工资低嘛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 这是我本身 命令带来的财运 就是本身 我应该 呃 或 就是应该有的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获取 还是菩萨 慈悲我 让我增加这个收入啊 就是让我能够 菩萨让你增加收入 因为菩萨有时候 菩萨有时候看到很多人 啊 经济上不是太宽裕 他在又发心 菩萨就会给 嗯 过去 过去很多人这种情况 有一个人 他自己辞掉了之后 啊 他在家里好好的念经 他很成音 他什么都不想 他也没想到今后将来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就有人 他度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他自己开公司的 就给他很多机会 在家里做的 让他赚很多钱嘛 这个事情我都不想讲了 好 已经好几个人了 大概至少 我知道就有七个 哦 是我想的 因为我想 这七年 他没有联系 这个客户 怎么会突然间 或给我转货 我想 很奇怪 很奇怪 菩萨给你赚钱呀 人家就是相信你呀 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 真的感恩菩萨的 就是我今天就是很 很什么 很开心 每天都念经 对呀 然后去度人 今天法喜充满了 法喜呀 哈哈哈 你们感想 我这个度人是不是有点小 有没有一些问题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唯一的问题就是过去的 有点后遗症还没有弄完 因为你过去有过一点点忧郁症的 师父你说的太对了 你上一礼拜就是因为录音还没有播出来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为上次你这么讲我的 因为我向师父忏悔 因为你上次说我有女生 我说 我说不会吧 师父还说 你再讲讲 你还能说 说我 其实我是有一点的 因为我每次跟师父打通电话 都会想起我的 都会说起我的孩子 师父对不起 因为每次念弥陀的时候 我都会很怎么讲 很感伤 很感伤 就是很忧伤啊 对啊 就是觉得孩子不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很难过 师父 真的对不起 我就是这一点 我没有办法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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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报一下 对不起 师父真的 忧郁症嘛 忧郁症嘛 现在能够这样 念经这么法喜 能够度人 能够自己能够 完全活在菩萨的境界里 这个就是你 这是你人间的极乐世界啊 一个人什么叫极乐世界 我再讲一句给你听听好吗 天天很开心 天天很法喜 没有忧 没有仇 无忧无仇 天天活得很开心 你就是活在你的极乐世界里了 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你自己开心就好了 你又不是为人家活着的 很多事情 是不是的 有时候就是这种 亲情的这种缘分啊 就比较难割舍一点啊 就是 你想想看 你被人家 你被人家笑 被人家讲 那是人家的感觉啊 对不对啊 你自己感觉幸福就好了 对不对啊 那很多人婚姻就是这样的 哎呦 你这样傻了 哎呦 大家都骂他 他自己跟他老公两个人活得很开心不就好了 对不对啊 还有的人天天被老公打 离婚了 人家都笑他呀 你不要离婚了 你怎么怎么 他心想 我天天被他打 你们知道不知道 好了 讲都不要讲了 你的感受跟人家感受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我问你 你如果洗澡的话 水很凉的话 人家在边上说 水很凉啊 你说他这个感觉 跟你感觉当时 你被冻在一塌糊涂 你说这感觉一样吗 不一样 好了 对对对 师父 我现在大乐 你是不是在加持我 当然了 加持你很厉害了 都烫起来 我请教师父一件事情 就请师父能够在我 能够让我 能够遇到一些 能够多一些 有缘重生 能够多一些有缘重生 能够有时候 我没有遇到一些人 我心里面会很 会莫名的 就是自己会很 会跟自己 照进 我觉得很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已经成菩萨了 你遇不到人 你就觉得很难过 你不是菩萨是什么了 对不对啊 你告诉我呀 你不是菩萨吗 你什么时候了不起 这个世界上 我们昨天上海 昨天上海 特别特别特别冷 然后我还去摆摊子 然后 然后就这两个人 然后我就是很失望的回来了 就是心里面 就暗暗的想 一定要多早 多在那个周末的时候 再去发书这样子 有时候就是 做到的人比较少 所以心里面会很难 想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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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法时期 真正能够度到的人 不会很多的 对啊 我问你 我问你这个世界上好 现在好人很少啊 每个人都贪嗔痴啊 我说的这个好人 不是犯罪的 算坏人啊 我指的是 你说不进步的人啊 你知道吗 那些不求圣洁 那些人不好好努力 就管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人 他以为他是好人 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坏人了 听到懂吗 听到 师父我听到你 类似的 境界不一样的 我问你雷锋多 还是普通人多了 当然雷锋少了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都是学雷锋啊 在救人啊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对对 很难度到的 很多人很难度到 所以师父现在也是很珍惜 真的好孩子在师父身边 师父真的很珍惜他们的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但是有些人不好好修啊 只能放啊 你不放师父会受牵连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师父已经 给我们奔了很多业了 真的 师父很苦的 因为有很多师兄 都这么讲的 师父 太苦了 真的一定要好好珍惜师父的 苦啊 苦得不得了 哈哈哈哈 苦得来师父都笑了 笑看人生 我觉得这个人生 人真的人真的很可怜啊 真的 就像菩萨看 看我们就像我们看动物一样 真的 看一个电影 狮子王 你也会被里面狮子的情感 所感动 这菩萨看我们 有时候也会被我们人间的情感 所感动 但是毕竟这是动物啊 这是留不长的东西啊 对不对啊 是啊是啊 是啊 总物都带不走的嘛 是啊 想想了 人真的 你看看看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什么一个 一个什么狗啊 什么为了 为了为了抢一个 这个母狗 跟他什么 后来大概 大家在街上撕摇起来 大家都围在边上看 这这这 你说人 人 人 有时候在马路上看见 为了家庭问题 在打架 把他头发撕碎了 这个打这个女的 这个 那个弄这个男的 在叽叽娃娃叫 你说你围在边上看 你不是 看狗一样啊 你还要怎么讲啊 哎呀 可怜哪 可怜的众生啊 哎呀 那你说 看看他们 他们还以为 还以为我们 怎么这么傻 对啊 他觉得我们很傻呀 当然傻了 雷锋 做好人的人 都被人家说傻的呀 你神经病啊 你去帮助别人 雷锋去发烧 去帮人家推车子干嘛啦 对不对啊 那菩萨 你发傻 天上这么好 你跑到下面 来吃苦救人干嘛啦 没什么干嘛 就是菩萨 就是不一样 明白了吗 啊 你知道那个图幽幽 图幽幽 你说这个 你一辈子都 为了这个 啊 为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中 中药的发展 你干什么 自己身上打昏了多少次啊 做这么多实验呐 人家就骂他神经病啊 傻呐 人家得到 洛贝尔 医学奖了 对不对呀 对 好了 傻的 到底谁傻现在 现在的人说他傻的人 全傻眼了吧 呵 呵呵 是啊 就这样吧 好 谢谢师傅 好了 对了 师傅 我再问你小问题啊 哎 现在我看到一些报道啊 因为新闻啊 有些孩子啊 他读书什么压力大啊 然后猝死了 这种情况是他命理的结束 还是他真的就是 太压力太大了 然后真的就 就 你两种都有 你两种都有 一种是结束 一种是压力大 因为他的结束 碰到压力 他就会爆发 我问你 本来 结束是一个地雷 你地雷不拉动他 他不会爆炸 对不对 嗯嗯嗯 那你就拉动他了 他当然爆炸了 那你如果不拉动他 他不爆炸 你这个地雷不就跨过去了吗 嗯 嗯 好了 是啊 好 谢谢师傅 好了 师傅 你赶一下 我现在念经文 嗯 就是没有进步啊 好了好了 好好努力了 已经梦到师傅 已经梦见师傅 你就知道自己修的怎么样了 蛮好了 哦 师傅最近好像都没有梦见到你 没有啊 梦见菩萨不难念 哦 菩萨我就是 在修的时候梦见到 满天的星空 满天的星空都是菩萨 后来就很少梦见了 嗯 就是 可能也是还是 我觉得自己还是 没有 没有更 没有更努力 好好努力了 好好努力了 嗯 好吧 一点点来吧 不着急啊 好 师傅 放心吧 我会好好修的 好的好的 我都 我都不要婚姻了 我就跟师傅 跟着不是好好修的 也不是跟着我们修 不要婚姻啊 就是说 要看淡放下 就是看淡一点 听得懂吗 看淡了 看淡了 因为一定有过一次了嘛 你知道这要伤痛了呀 伤痛了嘛 这个一切随缘了 我不能跟你们说 不要你们怎么样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这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你自己的成熟 你自己随着境界的变化 你自己的啊 需求在不断的改变 这是 对师傅 我跟你讲一下 就是当时我就是 学佛学了一年之后 我就一直求求菩萨 能够让我 能够让我有一个 再有一个 更好的婚姻嘛 因为前面是 婚姻不好 然后就是这两年 就是慢慢的 听着师傅的开始 听着师傅的录音 慢慢的就是 哎呀 觉得这个 这个婚姻 真的是有爱修行的 我就真的 彻底放弃了 就是彻底放弃了 这样子 随便你了 反正要有的也有过了 对不对啊 对啊 婚姻们也 婚姻们也 就是这么回事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这些 肉体们 这是烂事 精神上面 这个烦恼 就这么简单了 是的 是的 要有好的梦 你再谈 没好的梦 你就暂时先不早 很正常了 好了 好的 谢谢师傅 开示 谢谢师傅 我一定会好 我一定会好 所以一辆 一辆多多的 感谢师傅 感谢菩萨妈妈 再见 喂你好 喂台长你好 你好 你好台长 请台长帮我解一个梦 就是我梦见在 就是说大概有二三四个人站住 然后看见台长来帮我们开示 然后台长就叫了六个人上台 就站在你的旁边 然后台长又另外再叫六个人就说 我现在叫了这六个人你们跟我当心 OK 第一个你就叫了我 你叫我的时候你没有叫我的名字 你是叫我面粉糕 然后第二个你就叫了李文博 然后就叫了第三第四个 然后当时我心里在说 为什么台长你没有叫我的名字 然后我们就站出来 当时我们就好像穿着那个 像那个医生 医生袍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衣服这样子 然后台长就说 你们给我当心 给我好好听着 学佛这条道路是真的很不容易 既然你们选择了学佛 你们就好好跟我学 不要 台长说了什么 说了一句说 就是意思是说 不要放弃 要好好学下去 不要懈怠 真的很不容易 只要你们每一个人有念经的人 你们脸上都有一个字 台长都看得到 然后当时我在梦里 就看到我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字 就是一个A旁边一个G 然后其他的师兄呢 就有好像有B有C有D这样子的 然后呢 当时台长就说 你们好好跟我学啊 不要懈怠 学佛这条道路真的好不容易的 你们好好跟我修 然后我就信了 那是讲给你听了 很简单了 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台长有时候 你们在我们面前是透明的 在师父面前一看 就看得出你的内心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啊 你知道脸上出来的字啊 A是什么 B是什么 C是什么 还不懂啊 嗯 嗯 修得好啊 修得好啊 不够 我觉得 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A 还有一个简字 我还要很努力 应该还有什么不够好的 就是说 你A已经修得很好了 但是简 就是说 你还要努力 还不到A字 明白吗 嗯 明白 明白 那为什么台长在 那个梦里 不叫我的名字 叫我面粉糕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叫你面粉糕啊 你可能上辈子是做面粉糕的 哈哈哈哈 你上辈子一定做面粉糕的 做糕的 哈哈 哦 对 哎 我告诉你了 面粉糕的话 台长能够叫你小名 说明你肯定过去 过去跟台长有点小缘分 所以叫你小名的话 对啊 可能就是在厨房煮东西 就是常常煮东西给台长吃吧 哈哈 吃面粉糕啊 哈哈哈哈 对啊 在马来西亚很出名的就是面粉糕啊 哦 对台长你下次来的时候我煮给你吃 我懂煮啊 哦 是啊 面粉糕啊 是啊 台长 台长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自己都知道我前几辈子怎么情况 所以有些时候我不讲 你们自己慢慢做到 我心里都有数的 不要讲了 哦 我现在不能讲啊 一讲的话 基督的人更多了 呵呵呵 对 明白明白 少讲为妙 低调啊 学佛低调少讲 啊 人辱吃苦 啊 学佛 好好的做圣人 就这么简单 嗯 那我一个问题想请问台长 因为我最近度了我妈妈念经 她开始念了大概有半年了 因为她本身有那个造狂症 然后她念经 她很精进 但是嘴巴就一直在骂我的父亲 然后我有解释给她亲 跟她说 就是说念经不可以再骂人 我们要 我们要 不能够再造口业 但是她就是忍不住 这样在 因为我还没有看图腾嘛 那她好像有造狂症这样子 这样她许那个小房子的话 是一波一波 要大概69张这样子 这个讲都不要讲了 那个狂躁症是 你妈妈身上有灵性 这个灵性呢 一定是你爸爸 你爸爸欠她的 所以借你妈妈的嘴巴在骂她 所以你爸爸这个也是活报 受报 受报 没办法了 对啊 而且 又常常打我父亲 然后晚上她不能睡觉 每次都打我父亲 所以我就 等着我妈妈学 因为她现在学院的那个 那个小房子的是 每一波21张 我就不晓得够不够 是不是 增加到每一波69 69 这样子加下去会比较好呢 给她一直念吧 来一直念 一直念就可以了 加不加都无所谓 最主要问题是 要不能坚持的话 你就会有麻烦 因为很多事情都要靠坚持的 你知道吗 你比方说 我妈妈是个坚持 你比方说你天天烧水 你哪一 你比方说你烧一个小时水还会开 你烧到五十分了 四十分 怎么还不开了 不烧了 嗯 好了 那么你这水永远开不了 对不对啊 开不了了 永远开不了 你只有坚持 哪一天 一烧烧成功了 哎呀 怎么水烧 这么快去烧好 因为你没停呀 人家求 为什么一求就零啊 人家没停啊 你呢 为什么你停停念念 停停念念 好了 就是 我妈妈是没停了 她一个星期大概 大概有十张的小房子 然后 然后她每天在家都念 只是那个嘴巴 就是不停的 这边念完了 那边在骂 效果不好呀 效果不好呀 对对 效果不好 她这样的话 她这样的话的话 她 她念经的小房子质量 会差很多的 所以她不停的要念 明白吗 对呀 我就跟她说 她说她明白 就是心里面控制不了 所以 现在就 其实她情况 有好很多 比以前好很多 以前动手 现在就不打了 所以就看到 妈妈 妈厉害的嘛 念武术的嘛 还会打人呢 她打人好厉害 我妈妈真的 拿着东西 啪啪 这样子打我 呼吸 哎呦 真的我们 都捉不住她 什么时候 我帮你看看 看看你爸爸上辈子 欠她什么了 我肯定看到说 你爸爸怎么打她的 所以这辈子就报应 啪啪的话 我看 大概是抽牛吧 抽牛啊 这都是因果报应啊 百分之两百的 绝对的报应 所以我爸爸 现在也没有什么 他也默默的承受了 都一直在承受 我爸爸也没有反对 我们念经 都一直鼓励我们在念经 然后 因为你爸爸很清楚 念经念到后来 你妈妈会对他 手下留情的 你试试看 但是我妈妈出来的话 就让我爸爸受不了 他不久前就跟我说 他想死 他说他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开始 你要记住了 一个人想死的话 他就是不想还债 没办法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逃避债务的话 下去也被惩罚 没办法 所以有时候 在人间还完了 你走的时候 就可以上天了嘛 所以有时候 人必须要承受很多东西 就像很多孩子 妈妈说 我实在不能忍受这个孩子 实际上你把他生出来 你就是来还债 他就是来讨债 你不还完的话 他一直搞你 有一个孩子就是这样的 他的妈妈觉得 他的妈妈最后 把他决定赶出去 以为好像赶出去了 就从此不会 再来找我麻烦了 结果他的孩子赶出去之后 在外面借钱 说都是你们找我妈妈去要 结果他在家里 平白无辜的 那帮来要钱的人 天天盯住他妈妈 还打他妈妈 你以为不还债 还没还完 人家就不盯你了 你借银行的钱 投资的话 你钱还不出来 你就结束了 哪有那么简单呢 现在明白了吗 还是要还要到最后 当然了 开玩笑了 什么真还 什么债 逃都逃不掉 好了 好了好了 好 感谢台长 那我们马来西亚法会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师傅好 记得给师傅请安 你好 师傅你好 我那个前周二的时候 我有打通过图腾电话 就是您帮我看我 我先生49岁节 那个您让他念三千遍 肖灾的那个 你说他有交通事故的 就是 我后来呢 又仔细的把录音听了一下 我心里其实很难过 我听到你有跟他说 他背着我 有跟其他的女人 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不要难过了 有什么好难过的 命都没了 原谅人家了 算了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啦 这个能 这个这种事情就像一个人犯错误一样的 你有时候把这种事情看淡一点 才想教你一个方法看淡一点 人家天天在家里吃饭 吃得都吃腻掉了 偶然的倒倒倒倒倒倒倒 看见那个天天那个流口水 在外面看见那个烧腊店走过去之后 偶然的进去吃 吃了鱼顿之后被你发现了 你说滚出去 不要吃我饭好了 你到外面去吃人家的饭好了 你想看一点呢 有些时候 他作孽他瘦 你不作孽 你是个好人 那你就不瘦 听得懂吗 师父 我 你没出息 你这种所以没出息 很自私的人 你不就叫自私吗 还要我讲啊 不是师父 我命太苦了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感觉走不出来一样 你这个就是没有修养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问你啊 如果你老公是你儿子呢 你想一想呢 如果是你儿子呢 你怎么会原谅他的 因为他不是你生的是不是啊 你不叫自私啊 他是你爱人 他帮了你这个家 他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了 偶然的犯一串错误 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你走不出来 你走不出来 你一个人跟他离婚啊 你去离婚啊 那你就别寡妇了 一个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前晚上我有问问他什么事情 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 但是没有讲太仔细 太仔细 他说我知道的越多 烦恼越多 对了 再问了 对了 什么好知道的 所以这个师父这个 所以师父有时候 想想你们这些人 真的不要给你们看图腾 看个魂的 又没有毅力的 那这人间这种事情 只能想开点 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就像畜生一样 这种动作 这种事情做了 不像畜生一样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你怎么 报复好了 你也去做点畜生 事情来做做好了 不要 那好了 我不能 很多女人不就是这样 不能向外人学 好了 很多女人不就是这样 看见老公出轨了 自己晚上也去找个男人 结果痛啊 难受啊 更痛 这叫戒酒消愁愁 愁愁愁 我们学佛人 对不对啊 你要放得下的 拿得上 放得下 这种烂事 算什么东西了 垃圾事情了 我想了很多 我想我也不能跟他计较 我也不想把这个烟结 带到下辈子 我想一丝修成了 一丝修成了 就原谅没那么好了 我不想再报了 那原谅人家没好了 听不懂啊 原谅人家会不呢 师父听得懂 师父 很多人哪 发现老公 我是没出去 发现老公这种事情之后 很多人哭啊 难过啊 半夜里睡不着觉啊 这种事情还少啊 这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你把这对事情 看得太重了 你把人间的无常 你没有想到 我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苦空无常 菩萨经常说 人间就是苦空无常 你还不懂啊 又苦 实际上到了最后 空无异常 人走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不就空了吗 无常 没有一件事情 是长久的 这还不懂啊 师父对不起 我没有绣号 师父对不起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嘛 你要不要我讲你两句啊 你年轻的时候 谈恋爱之前 结婚之前 你没有恋人啊 那你怎么算呢 扯平吧 算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只许周冠放火啊 听不懂啊 啊 师父我常会 我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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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我常会 对不起 好了 人家能够天天 还爱你 还回到家里 跟你在一起 那就是福气了 算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 对不起 师父 真的对不起 师父 你自己报应 记住了 你记住 任何一个男人出去 有关系的话 跟你也有关系的 也就是 你们平时不珍惜 听得懂啊 我真的没想到 表面上 真的对我很熟悉 我不知道 他妈 做我做事情的 你要不要 我告诉你老公 你跟 他结婚之前的 那些恋情啊 要不要讲啊 要不要讲给他 听听啊 让他也难过 难过好吧 你没有啊 师父 我没修话 你讲给我听啊 你跟他结婚之前 你跟人家谈恋爱 没有 没有这种事情啊 讲给我听啊 有 好了 我像普达忏悔 你可以像普达忏悔 你不容许 人家跟普达忏悔啊 自私 好了好了好了 想想开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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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父 我还没拜师 所以啊 没这个境界啊 没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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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难过去吧 师父 师父 我有一次 我还有一次 梦到一个梦 就是 有一次 您坐在 您在桌子上 写什么东西 我站在您旁边 在那青旁边干嘛了 摸摸啊 我好像 不是 您好像说 就是 是说是 还有对面有一位 有一位 也是可能也是有修的一位 嗯 一位同修 您让他带我去看您的一辆宝马车 您说那是当年您在上海走的时候留下的 然后说 嗯 梦里头意念当中好像是那辆宝马想留给我吧 很早了 这个梦已经很早了 我刚开始修的时候 啊 说明你很想要好车 啊 梦中叫师父送 送一辆给你好了 哈哈 那我贪了 那我就有贪念了 是吧 你脑子 你给我脑子好好的跟进一点吧 所以不是师父的弟子 也是 也是质量修得很差 加持力很少 所以你这种人 师父我那个就是还有一时梦到 呃就是不知道 电话我说 说我不孝顺 说梦里头是这样的 说白字有三横 嗯 他说让我看看 你看看这个白字有三横 嗯 然后好像意念当中就是说我不孝顺 我 我在 我在 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 白字有三横还不懂啊 自己不懂啊 三代 三代人 你对三代人都不孝 师父对不起 你这种人 我想不孝顺 我想师父忏悔 我师父孝顺 我没做好 师父 你很不孝顺 你别让我再看了 师父我真的没做好 我不会把你看了 听得懂吗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 你自己好好努力了 自己好好地修心了 啊 知道 知道 天地都有眼的 我告诉你 天地 啊 我告诉你 都会跟我们做证明的 谁好谁不好 菩萨都知道 明白了吗 知道师父 我我我我对不起你 我我没修好 我结婚之前什么都不懂 我我过去脾气臭硬 我我我我你脾气臭成这样 我我我我很多 你脾气臭成这样 你脾气臭成这样 人家你你老公 什么实在受不了了 吃不笑了 听不懂啊 人家不一定做什么事情了 人家就有一个自己 啊 咖啡都有自己了 啊 雀超咖啡不是有自己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像你天天脾气这么臭 人家老公找个人聊聊不可以啊 又不一定做那种坏事的了 听得懂了 听得懂 那老公 他没做 所以他这种vey 就是没做呀 没做坏事 看见了吗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是跟我讲了 啊 好了 像你这种吃老虎 人家受得了的 心寻逼供啊你 是我不好 师父 是我不好 你妈妈我 是我不对 师父 好了好了 OK了 好了 拜拜了 师父 您好好休息 好好保重身体 好 再见 我真的很感恩菩萨 我想跟您打电话 我就能打得痛 师父 好了好了好了 知道了就好了 师父 已经 不是因为一些缘分的话 你自己根本不知道 怎么样找到佛门这条路了 我告诉你 还是有佛缘的 你 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我彻底的诧悔 师父 您保重身体 再见 师父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喂你好 喂 喂 你好 这位听众 你好 没办法 否则要等很长时间 现在有些烂公司 电话线 他就是有益的 冲了之后 他一方有听 然后这个就 他算你时间 多算你一些也好 时间你长一点就听到了 但这个不行啊 那看见吧 喂 看见吧 都是这样的 喂你好 哎呦 师父 师父好 师父好 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 帮朋友问的 稍等一下 要出来 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关于修心选项 发心修心 会让人面貌发生变化 像微整龙一样 变得更接近菩萨的样貌 还有头部骨骼 好像也有产生变化 额头中间鼓起 是否说明悟性的增加 额头两脚饱满 是否说明修来了浮路 还有的师兄 头顶会感觉疼 头顶的百慧穴会凹下去 而且越来越深 越来越长 两边耳朵上部 往后脑勺的方向 有一条槽 这些都代表什么 是不是脑细胞 脑容量的增加 前面讲的都对的 实际上修心补相 是这样的 耳帘子 眼睛 心胸 宽广的人 这个脸相会越来越大的 五官缩小 眼睛不敢看人 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 明白了吗 所以呢 有些人呢 修到后来 紧锁双眉 那这个人就没修好 修到后来 像要像菩萨 女孩子变得漂亮 男孩子变得专装 那就是 本身就是 俯虏都有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后面是 就是说 这些事代表脑容量 脑细胞的增加吗 脑细胞 它是藏在大脑里面的 你小头小脑 你本来就脑容量不足的 明白吧 所以 脑子小的人 就是大脑呢 它就是比较小 所以这种人呢 只会算小不算大的 所以你去看好了 小头小脑的人都是算小的 大大烈烈的人 头子很大的 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它有规矩的 哎呀 喂你好 师傅 你好 师傅 快点了 快点了 没有很多时间了 抓紧了 没时间了 好的好的 师傅 就这样就是那天 打通数据电话以后呢 师傅说 弟子有点财的事情 弟子愚知了 说没有 你们每次都这样 师傅把你们看出来 很多东西 没有 还没看见 就刚才那个人一样 跟他说有忧郁症 我没有啊 好了 今天打电话来说 我有忧郁症 神经啊 不叫神经啊 像你这种也是啊 对不起 师傅 师傅不会看错的 我看错了 我看到的我就讲给你们听 你们不承认是你们的事情 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起 对不起 师傅 弟子错了 弟子愚知 弟子 像师傅 忏悔 像段西英普産忏悔 像龙腔父法忏悔 其实真的做错了 还有就是 那个长辈给的红包啊 当时有想着说 拿这个钱来放生了 后来也没有去 赚到哪这个钱去放 这个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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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彻底忏悔了 长辈 长辈的红包有多少钱了 哎呀 几百块钱 哎几百块钱 算了 这种没做到 没没办法 呃 现在嘛 自己要好好的忏悔 以后不要做错事情 听得懂吗 活在当下 要进入将来 哎呀 好好的 我知道你这几句话 你不跟师傅讲的话 你心里一直会难过 会放不下 你今天讲了吗 就放下了 就像人家很多的 很多的教父一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呢 用不着你们跟师傅讲这么多 好好跪在 关系自己菩萨面前 讲就好了吗 啊 嗯 明白了 师傅明白 我一件一件的跟菩萨妈妈忏悔 对了 忏悔好了 以后好好地修啊 啊 不要再去跟人家乱讲话了 这些事情过去的 过去的话 不要再乱讲了 你只要永远要遵纪守法 永远不要再做错事情了 对不对啊 啊 这个这个母亲还是原谅 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的嘛 对不对 明白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 师傅还要就是上次 六月份的时候啊 师傅 那时候师傅批评弟子 弟子很愚痴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我想明白了 知道错在哪里 嗯 我跟你们讲了 师傅讲你们毛病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自己去挖根的 百分之两百的 我跟你说 我就是看见这个人气场很差 我不给他看图层 我就知道这个人很多问题 我就讲他 气场不和嘛 你自己要去找毛病啊 自己肯定有问题的 明白 是弟子做的不好 师傅 弟子忏悔 真的 你要记住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啊 像这种 像这种恋财的事情 你如果不好好地忏悔的话 会有报应的 明白吗 因为前属阴的 要广街上缘了 现在如果有一点经济上 有点东西多拿点 出来去放声啊 听得懂吗 消灾啊 嗯 明白 好了好了 还有师傅 就是感情上的问题啊 弟子也是很愚痴 也是说 一口就走定 说没有 其实弟子也是 人家想了一下 确实是 弟子做的很烂了 我被你们 我被你们 被你们经常冤枉吗 事情做的很难 我说明明有的 你们当时都说 没有 没有 那这东西有什么稀奇了 你都不理你们了 每个人都这样的 打过电话 之后马上 哎呦 又想起来了 我跟你们说 你们赖好了 赖了之后 天上全给你们记住 师父讲了你们 你们承认了 就结束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对不起 师父 对不起 没有那么简单的 老师 报告你们家长 你回到跟家长说 没有了 家长就一直恨 说这孩子还要跟家长吹牛 以后不喜欢这孩子了 明白了吗 是的 师父又是父亲 又是师父 真的是 太死悲了 弟子做的太烂了 师父 弟子深深忏悔 真的是很不好 不要丢脸了 不许再丢脸了 一个女人已经很苦了 不要在 很多方面再丢脸了 想一想自己过去 做的那些烂事啊 脸红不红啊 脸红不红啊 丢脸丢脸 真的 今天跟师父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 我没脸跟师父打了 好了 我想不行 没脸 没脸嘛 以后不做不就有脸了吗 对不对啊 是的 好了 做新人 要做新人 重新做人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感恩师父 师父 我还可以再说一件事情吗 啊 就是我跟我先生的事情之前呢 就是我们两个愿解也很深的 我刚学 刚学佛没有多久 师父就写了四个字给我 说生死相依 确实是两个人之间也发生很多的事情 我我想就是我许的一万遍姐姐咒呢 也念完了 也也念了不少小房子 就是帮他念的 嗯 还有我们两个人就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也在念 反正两个人是风波不断 嗯 想问一下师父 就这个事情 风波 风波不断 那能够维持到今天 那已经是这些姐姐都起的作用了 否则这么早就拜拜了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好了 学佛以后改善了很多 啊 好了 已经算好了 本来嘛 吵得更厉害 本来不是吵了 打起来了 还打 啊 打 看见没有了 大家对打好了 以后结婚之前要开一个培训班 叫婚前武术训练班 因为结婚之后就准备打了嘛 所以要防防范吧 武术要防身啊 防身啊 啊 哈哈 叫防身功啊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对不起师父 弟子做得很不好 主持人师父本业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好了 听口上妈妈吃了原料 请师父原料 弟子很烂 真的很烂 师父 以后改了 以后好好改了 嗯 真的好好改 我以后我很乖 对不起师父 要做好孩子 以后 孩子犯错 爸爸妈妈总会会原谅的 对不对啊 但是不能老犯错 老犯错 爸爸妈妈就要开除了 听得懂吗 听来 听来 师父像父亲一样 太慈悲了 很严厉 很慈悲 都是我弟子好 弟子知道 好的 那就这样了 感恩师父 好 好 师父保重身体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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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呢 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 听众的明天星期六 晚上这个五点钟 还可以打 悬疑中枢节目 好 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